哇 这什么东西 这有个怪物 好像玩具 这是真的吗 真的啊 而且价格不贵哦 你想清楚再拉 我没有准备打 拉一个吧 千万不要 这个番茄板好壮观 这个没见过 黄色的番茄吗 这可不是发霉了 传说中的蓝纹之士 今天我们来逛 西宁下北区Linghuang 就是贵皮超市的HairSpy 网友过要跳过 贵皮超市是 有点夸张的 它其实也是一个连锁超市 就是主打 生鲜和有机食品的 我以前 上学的时候 也吃过 多个鲜山的Manguang 但是因为Linghuang 可以叫HairSpy 是实践店 所以它更大 因为精神更好逛 所以今天就来这里 开一看 哇 好多芒果 the home of mangoes 芒果之家 这里还有切好的芒果 五颜六色的 怎么里面还有辣椒 没有很想吃的感觉 这是香菜吗 对啊 还有红椒 这个就是有柠檬 青柠 这个叫Mango Salsa 8块钱一盒 这里的水果 什么的感觉太多了 平时我们很少看到 这个细长的葡萄 它叫做Grapes Black Sapphire 20块钱一公斤 这个普通的 9块5块5块 这个就是平时我们在超市里面 能买到那种青葡萄 这种煤类怎么这么多 能买一整排 6块钱三盒的草莓 一粒芝 当季粒芝 500克15还挺贵的 相当于一公斤就30了 好像我在其他地方看到一公斤20 不过这些水果 牌子不同 产地不同 它的品质也不太一样 价格也不太一样的 那里有鲜架果汁群 哇 这个种位好全呀 看起来里面蛮复复复的 对看一下这是什么 都是一些绿色 苹果 一些菠菜 柠檬 黄瓜 看一下红的 最好是萝卜芝 水果区旁边就是蔬菜吃了 我记得以前 它和寇斯和沃斯那种 传统超市不一样 亚洲蔬菜的选择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它会有通菜 菠菜 西洋菜 沃斯那边就没有了 这里蔬菜价格挺便宜 像这种白菜 一般我们在沃斯或者是沃斯 就是2块5 这个只要1块钱 这个番茄版的 好壮观 哇1块4毛9 好便宜啊 真的想念 哇这个没见过 黄色的 这是番茄吗 是番茄 这写了 Tomato's Ox Heart 很想尝试一下 这边就是一些奇形怪状 这有些特别番茄 这些会贵的 哇这还有青绿番茄 应该是原来是年红 青年了 我觉得可以尝一下 好呀 改两个吧 多拿也不敢 哇好硬啊 这个手感 这什么 不知道 也是番茄的一种 Tomato 看上去没有很想吃的感觉 哦这个就是弄好的一份餐了 有面 有猪菜 这是菇吗 1块姜 懒人的套餐 这个还不错 12块9毛9 而且松茄姜也不便宜 这是什么区 像是特价区的感觉 挺便宜的呀 你看比如说这一盒 没2块钱 这是要什么荔枝啊 3块 对这个是便宜哦 这里酱的总体好多哦 小鸡人他们喜欢吃各种东西的时候都要蘸酱 像我们平时吃的酱就比较单一 比如说我就吃那些花生酱啊 或者是牛油啊 一些比较能想到的 但是像澳洲人他们的酱就真的是千奇百样各种各样的 挺多是连听都没有听过的 这是什么区呢 火腿区 好多种那个火腿 这个今天早上刚切的火腿啊 香肠 好漂亮 这个包装 有香辣饼 性切的感觉很高级的 哇这里是零朗满屋的鸡 哇天 你看这个 有有 这口不是发霉了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蓝纹芝士 听说很臭的这个东西 这一个小块是10块钱 贝塔鸡 这个我们也用过很咸的 也可以烤着吃 肩肠一个条状的时间吃 哇这里又是一堆这种起司 这里面要几十种 我可能只认识里面的很少的其中 Odd English 这个就像吃萨卜那个 Odd English 那个橙色的 就像个南瓜一样 好可爱啊 这里感觉很像到Hot Valley酒庄 又卖醋又卖芝士 这里是醋曲 还有苹果醋下面 这个我以前在披萨店打工的时候 我们有一款披萨 就是至尊 就是最高级的一款披萨 它会放这个鱼 它叫Anchoubi 它是泡在橄榄油里面的 对 很油很腥 我们要徒手把它捞起来 放在披萨上面 哇这个很方便 三文鱼要切好一粒一粒的 还有龙虾给你配好了起司在上面的 一份一份配好了佐料 像这种鱿鱼圈也是裹好了粉的 这个切好一片一片的三文鱼片 这边还有寿司 哇我喜欢这个 制烤三文鱼 哇 这什么东西 那有个怪物 哇好像玩具这个鱼 这是真的吗 真的啊 很明显的 我不敢相信 而且价格不贵哦 才60块一公斤 以前巨型蟹的位置是一条巨型鱼 很多人来这一家Harris Farm 是来带门打卡那条巨型鱼的 现在变成了巨型蟹 可以开始新一轮的打卡 这里像Fish Market 我在网上看到有介绍说 这里的这些海鲜 就是跟Fish Market合作的 哦 龙虾啊 生蚝啊 哇这里一袋袋的青口 来自激迷南部 Javisay白沙汉的青口 相信这么大一家超市的牛扒区 应该也很恐怖 哇这块才8块钱哦 这么大 这个更大 10块钱 哇我感觉这一块很高级 它有一块水的在中间 对啊 而且它其他地方也很雪花 嗯 原来价格还42 真不便宜 哦 这256克 它是这个MT6-7 这个级面外不是特别的好 最后这个去是通培砖区了 哇 这个看起来好猫急啊 你想清楚再拉 我没有准备拉 你拉了的话 下来的面包 你就要带回家了 对啊 我看起来这个一拉 它应该就滚动下来一个面 对对对 没得回头了 这个钱拉下来了 其实我还是想拉一下的 但是我实在对这个面包不太感兴趣 太大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可以吃一个礼拜 我并不想每天都吃这个硬面包 这个是Sora豆 你拉一个吧 千万不要 这个也是一个网红点 你可以拿一个这里的瓶子 它这个瓶子是免费的 在这里装你的牛奶 它有两种 一个是全纸的 一个是有机的 然后就在这里装满一瓶 瓶子也是属于你的了 那这样一瓶要多少钱 三块九毛九一升 还可以 这个瓶子也很有纪念价值 它上面写着 Herry Spa Markets的 那样也试个 早就要昨天不去超市 昨天才买过 下次再来体验这个吧 哇 这又是蛮强的巧克力 我感觉不做点功课都很难下手 很多是平时没有见过的 像这些不同的可可含量 你看这个好漂亮 像个画框一样 上面撒了一些坚果 很适合送人 又是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就是那个澳洲人 最喜欢吃的巧克力品牌 Messina 新尼各地都有它的店 北加店 你看它门口都是大排长龙的 你看它这里有那种 雪糕生日蛋糕 哇 我喜欢这个 很巧克力的感觉 这个东西是82块钱 哇 这里是可以订阅的 而烤不懂口味的盘 自己选自己喜欢的材料 对 原来那个很漂亮的景 是在checkout的地方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 我觉得这家Harris Farm 它其实没有特别大 当然也是比其他 非旗舰店的分店大很多 主要是它摆放的东西 会比那些店动价精致 跟有设计感 让人比较有购买 以前我去逛Broadway 我像那家的时候 就没有说会花那么多时间 再仔细地看 每一样东西 去研究它是什么的 在这里我们就感觉 可以逛很久